大家好,我是千千君子Kind 在买房问题当中 最最最重要的一个文件 就是俗话说房产证 那么在德国买房的话 它就叫Grundbuch 但是因为是德语 而且也比较复杂 所以说很多人可能看不太懂 这个Grundbuch 今天我就给大家来讲一讲 怎么看懂这个Grundbuch 好,我们先来给Grundbuch 做一个大概的一个定义 按德国的Wikipedia的解释 Grundbuch就是跟土地所有 以及跟土地相关的 一些权利物的一个证书 这个是官方政府 它来做的一个登记 这个跟国内相比较的话 大家可以简单的认为 这个就是房产证 但是实际上 它这个性质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根据我的了解 国内现在也在做一个变革 以前叫做房产证 和土地使用证 但是后来这个它都变了 就是说这两个证都不发了 它现在叫做不动产权证 但实际上呢 在国内因为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呢 它这个土地呢 它是公有的 当然中国也牵涉全民所有制 和集体所有制区别 我们就不讲那么细致了 在国内简单的讲呢 这个土地是国有的 就这个房屋是私人可以拥有的 所以说简单的讲 就叫房产证吧 在德国因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它的这个滚布和房产证呢 它全部都是土地和房屋私有制的 我们现在具体来看看这个德国的滚布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现在是拿了我们在科隆的那一套公寓房的这个滚布 来作为例子 给大家实际的看一看 这个是它的封面 最先开始就是 这个就是说你所属的当地的法院是哪里 这个是科隆法院 后面就是 就是说你这个地方是在什么地方 我们当时这是科隆的一个地区了 然后有一个blatt 就是说它这个滚布和它的这个编码 这个编码是很重要的 你要去法院 如果要抽掉这个滚布 必须知道是这个号码 然后实际上它的滚布 它有多种形式的 这个它只是vonus滚布 就是说我这个是一个公寓房的滚布 如果它是一个house的困布 它的说法是不一样的 今天先讲讲这个公寓房吧 然后呢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它最后要给你标明 这是哪一天打印出来的这个拷贝 因为这个困布 它有可能随时都在变化 所以说如果公证员或者是买家的话 他都需要看最新的这个拷贝 一上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呢 我们还连带的有一个车库 是在它的一个地下的大的停车场里 偷的一个停车的位置 这个滚布和是大同小异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就省略掉了 这个封面之后呢 就是这个不是单次财西斯 这个实际上就是房子的基本情况的一个描述 它这里分个马孔 弗洛和弗洛逗 这个大家可以简单的认为 它是从大到小 对这个房子位置的一个描述 比方说个马孔就是你的这个城市的一个区域 然后弗洛就是你这个地段 然后弗洛逗就是具体到你这块地 然后这个具体的地的这个数字呢 它是独一为二的 后面还有你街道的描述 还有房子大小的描述 还有种类的描述 你这是一个公寓房呢 还是一个house 还是说就是一块地皮 它这里都有描述 具体到我们这个房呢 它这个马孔 这个城市的区域呢 就是利文西 它是在科隆西边 弗洛它是18 弗洛逗克是223 然后后面它还有具体的街道 然后门牌号码什么 这个我就不便公开了 然后往后翻的话 这个部分基本情况描述 它就有很多页 大家不必仔细的去纠缠了 因为我们这个房是比较特殊 因为它是一个大的居区 就跟中国的那个居民区一样 有很多栋楼 我们的房呢 只是在其中一栋上 而且是第六层 所以说它牵涉一个这么大块一片地皮 它需要这么多防护来评分 然后这些评分的这些信息是在什么文件上记载呢 它这里就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文件 叫Tailons et Klierons 这个就是说你如果和其他的人是共有这块地皮的话 它就牵涉到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也是非常重要的 像我们这个房的话 因为它牵涉很多户 所以说它也是厚厚的一塔的一个文件 这个只要大家知道就行了 也不要仔细的去把它搞明白了 因为非常复杂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第一部分 这个是关于所有人的一个记录 这个很重要 但是我们这个因为之前找过很多手了 这些都不用具体看 那就是到最后一页 这个信息是对家对大家比较重要的 因为它这里说明了这个所有人的信息 大家看这个5.1就是我 然后后面也标明他的生日 5.1就是我老婆也是有生日标注在后面 然后它后面有这个原因 当时原因是offlassung 这个就是你购买房子 一个最典型的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购买了这个房子 然后它这里有一点特别的地方 就是说 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呢 我和我老婆是按中国的法律结的婚 所以说我们这个房产如果说出现分配的问题的话 我们需要用中国的法律来解决 而不是用德国的法律 其实中国的法律规定的是在离婚或者是分配房产的时候 夫妻双方是个人一半 然后在德国呢 基本上也是这样规定 所以说这个没有什么大的一个区别 然后就是这个第二部分 这个主要是登记你这片土地上 或者是这个房屋 它牵涉一些什么别人的一些权利 我就举个例子好了 它这里有grunddienstbarkeit 就是说呢 它别的公司 它有在这里面铺设取暖管道的权利 或者是铺设一些管道的权利 然后这边呢 它有一个dienstbarkeit 就是我们那个土地前面有一个桥 就上面一个人可以走的桥 它那个是需要在这个土地上 有这个权利去修这个桥 最后面这个第三部分呢 它就是讲你这个有没有贷款 有没有抵押贷款 这些情况 这个对买家来说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们这个也是前面有很多 记录这个实际上都没有用啊 我们主要看看我们最后的这一个解释 实际上这个固定部分它也已经是过时了 因为我们的这套房呢 贷款已经全部还完 这个部分实际上都已经消除了 我只不过拿的是之前的那个版本 这个主要就是说我们当时的贷款是多少钱 这个只是证明你当时银行你贷的款 然后跟这个房子有关系的那个数额 这只是最初的数额 有可能你中间已经还了一部分了 那个情况它这里不反应 它只是你最初在这个房子上贷款的钱 然后他这儿有一句话 也就是说呢 它的这个权利 贷款的银行 它有权利取得这个房屋 因为它的这个Uptalum 2 Nummer 5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那个所有人的权利 就是说银行有在我们之前 拿到这个房子的权利 所以说这就是银行给你贷款的一个理由 如果说你把银行的钱还完了 它这个部分就要全部删除了 好了今天先讲这么多吧 这主要是对德国的房产证 Kundbuch的一个解释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下面发评语 我们可以具体再沟通 我希望以后再会给大家 发一些更多的视频 来讲解这个买房过程中的一些 具体细节的事情 如果大家喜欢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叫千千君子Can 好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